目前中国003型电磁弹射航母已在稳步建造中 海军专家引拙多次披露 中国电磁弹射器远远领先美国 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近年来中国海军在电磁炮 潜艇无轴蹦喷推进等新技术领域 已实现对美国的弯道超车 那么作为后期之秀 中国为何能反超美国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梗 美军摸着石头过河 解放军摸着美军过河 此言虽是调侃 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自九十年代以来 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 基本以美军为模板 而其中由于海军最具代表性 九六年的台海危机 当美国威风凛凛的航母战斗群 开进台湾海峡 彼时的人民海军 只有被美军讽刺为 保存最好古董的051型驱逐舰 而从本世纪初开始 人民海军迎来了高速发展期 近十年来 中国海军已构建起类似美国海军的三级舰作战体系 目前美军的三级舰体系是以航母为核心 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为防空指挥舰 阿利伯克级驱逐舰为通用多面手 对照如今的中国海军 可说是如出一辙 055对等提康德罗加 052D加054A对等阿利伯克级 在003型航母服役后 中国航母完全是一个翻版的美式航母战斗群 可以说目前中国海军已构建起与美军对等的作战体系 剩下的就是子系统的完善和加强 但技术总是在不断进步 目前美国海军的作战系统 已接近战斗力的天花板 我们现在看到的核航母 宙斯顿舰早在20年前就已出现 而近年来随着电磁武器 激光武器 综合电力系统等新技术的出现 世界海军面临重新洗牌 这一次中美站在同一起跑线 幸运的是国家的高瞻远瞩 使得电磁炮 电磁弹射器 综合电力推进等高兴装备 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而借助这一轮新技术革命 中国海军完全有可能弯道超车 比如中国在发展弹射型航母时 就由美国专家扬言 中国在蒸汽弹射器方面 落后美国50年 可谁曾想到 借助马伟明教授的黑科技 中国直接跨过蒸汽弹射 一步到位玩电磁弹射 一夜抹平美军50年的技术优势 目前003型航母正在上海建造中 这型航母排水量达8万吨 采用综合电力系统 装备三部电磁弹射器 大家请拭目以待 而且由于中国在综合电力 系统方面的突破 不仅航母玩电磁弹射 核潜艇直接一步到位 用五轴蹦喷推进 据央视此前公开披露的消息 基于综合电力推进 采用五轴蹦喷推进的 095型核潜艇 已经服役 中国海军已经接收了一艘 新型核潜艇 采用了五轴蹦推技术 这也被广泛认为 是095型核潜艇 五轴蹦喷推进 从原理上讲 相当于一个大型环形电机 由于去掉了传动轴 极大减小了噪音 大大增强了水下隐蔽性 由于静音指数级的提高 095甚至可以让美国 数十年苦心构建的 反潜体系一夜之间失效 除此之外 像电子炮 舰载激光武器 双波段雷达盾舰等新装备 中国无一不走在世界前列 虽然中国海军 目前在规模上 还无法和美国海军相比 但借助新军事革命 中国海军的发展后进十足 完全有可能实现 对美国的弯道超车